当地时间5月12日 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发动的空袭 致多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高级指挥官死亡 对此 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目光音质警告 哈马斯称 我会让你们学债学长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以色列会用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方式打击你们 2021年5月12日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郡 应约集体会见阿拉伯国家驻法使节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驻法代表处负责人 阿方表示 希望中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施加影响促进冲突降温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 中方表示 呼吁各方特别是乙方保持克制 避免造成更多人员伤亡 作为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 中方近日全力推动安理会 九东耶路撒冷局势举行紧急磋商 呼吁安理会重申对两国方案的承诺和坚定立场 以色列国防军5月12日表示 过去38小时有超过1000枚火箭弹射向以色列中部及南部 以色列媒体则 部署在特拉韦夫附近城镇 埃什凯伦的铁裙防空导弹系统一度故障 火箭弹击中当地输油管